富饶的蓝阳平原是台湾重要的股仓之一 雪山山脉的纯净水源 造就了宜兰物产丰饶 其中有项产品占了全台湾总产量的80%以上 而圆山乡凭借着良好的自然环境 与丰沛的水资源 成为最适合养殖的生产基地 你看这人这么大 看来今年一定是大风修啦 我们都猜大了所以我们要这么大胆 都这么大吃的 哇塞 这么多 诶 这是什么鱼啊 那不得有糙味 又很香的咧 今天这些是香鱼啦 那是本鱼叫阿鱼 那台湾的鱼叫鱼 这鱼是比较少于鱼的鱼啊 那所以说我们这用雪山山脉的水 水鱼比较冷 那如果这些鱼在台湾是鱼鱼所在最适合 那陌生在台湾鱼鱼也占9%的生产量 除了我鱼鱼差不多20年啦 那就在5月开始学习学习到现在差不多 技术也成熟了啦 生活都差不多99%了 本来在台湾四季鱼鱼鱼鱼中 那鱼是都看得到 但是环境受到破坏 在民国五十年的时候就已经没转了 现在的鱼都是人工养殖的 养殖技术大约是在三十多年前 自日本引进来的 自列大哥是原山乡在地的人 是鱼也20多年了 它的经验是非常豐富 这鱼鱼的鱼已经吃过过 现在这个时候你来收习 你来看看这鱼是泡泡跳 超级有火力的啦 鱼鱼在大家品坑比较大一点 你品坑比较小鱼西瓜的香味 所以我们这里都会给予鱼鱼 鱼鱼有整个鱼鱼鱼 大概升中期在四个至五个月 我们刚才看到的鱼鱼 看它的尖四多大了 鱼鱼鱼就有这么大鱼 那四个月出去 过去一周五十天 鱼又大了 我们要捏那个小鱼才能捕鱼 这鱼鱼的生命周期只有一年 所以也有鲶鱼的称号 这鱼一捞上来就要马上冰镇 然后送到分级包装厂 以维持最高的鲜度 曾经台湾的鱼 属于最高级的食材 是日本人的最爱 但是你一定不知道 其实婆婆妈妈更喜欢烹调香鱼 因为香鱼的料理方式 既省时又方便哦 鱼鱼煮了很多的鱼用食 那煎呢 不用怕烂 不用太多 直接放一点油就好了 不要夹锅 这样煎好时间 用更久更慢火 煎好食就好了 煎鱼如果煎起来 大概像这个食 就差不多食了啦 鱼要用煎的时候 除了要记得鱼要煎好鱼 那火不需要太多鱼 真的不需要很多鱼 那木瓜的炙烈大哥 是吃而已鱼肉 这也难怪 要知道香鱼的营养价值高 肉质细致 淡雅清爽 不管搭配何种料理做法 都是相当适合的 加上清晨捕捞 产地直送 台湾香鱼的美味 在第一时间你就能品尝得到 鱼子鱼 有点排油厂 每个地方都化伞出来 整月就没有炙了 有的人不怕炙炎的人 不怕炙炎的人 这样就乾淨来 很方便吃了 肉质非常肯定 他的背部两側 有一个透明脂肪的东西 那些不饱和脂肪酸 这是对人体血管最好的食品 這位香魚的煮湯 也一樣最快 不用太多 但是要怕燃 你怕燃料才會直接下去 煮湯 你給我放薑絲就好 放少許鹽 整個香魚的味道都可以吃出來 我們薩麥魚就在煮完了 這位魚一樣用薩麥魚的處理 把牠的骨都捏到才拿牠的肉來煮外 那個口感會更好 最簡單的 還是要用蒸的 還是要煮湯 還是要用滷的 味道通通可以 因為這位魚本身肉質很好 都沒有炒醋味 所以說你炒料理也都可以 智烈大哥今年已經快七十歲了 講到香魚依舊是性質高昂 因為牠知道 這一微微生活在雪山山脈 那冷烈純淨的溪水中 帶有淡雅氣味的香魚 是非常珍貴的 從養殖到捕撈到分級包裝 以最嚴格的標準來把關 將這富含營養 適合各種烹飪方式的世界級蒸修 讓大家能好好品嘗 這就是智烈大哥最大的願望 日日好味 Perfect